之前出過一條影片是介紹日本詩歌集《百人一首》 裡面有40%的情詩 從中對古代的日本男女關係都加深了認識 在這條影片那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日日看蘇紙,有文化有taste 繼續講之前,先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支持 我在41首暖歌中抽了幾首給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講講藤原敦鐘這首作品 阿姨見てののちの心にくらぶれば むかしはものもおもわさりけび 根據詞書記載這首是作者初次前往女子住處 翌日清晨就送了這首歌給我女子 日本平安朝有通婚的習俗 跟大家認識中文的意思很不同 是指男士晚上會去女朋友過夜 天亮之後就回家 日後不會一起的 那時候的男人可以有很多女人 今晚會去這個那裡 明晚會去那個那裡 再講一下 這些詩歌裡面的性暗示 第一句 阿姨見ての 是指男女發生關係的 這首歌作為第二日清晨之歌 即是後朝之歌 後朝的評價名 就是Kinukinu 又可以解作依依 即是男女寬衣解帶之後 依依相跌 做完之後 第二日穿上衣服 還有對方的味道 令人依依不捨 首先是講作者 本來為了同一個女子的感情而煩惱 但初次發生關係之後 相思的情緒比之前更加濃烈 以前的煩惱也不算是甚麼了 有哪位網友看完我的影片 有幸撞加日本女文青的話 不妨試 quick 這首是代言門軟挖河的作品 長絡無心知無 黒髮髮髮乱的乱零 今晚無心知無 這首是跟之前講過的日本習俗有關 作者黑髮凌亂 當然是跟心儀的男士云語之後 頭髮亂心又亂 不知道對方的愛會不會長久不變 其實還有不少和歌寫女士晚上等男人來 等不到就很傷心 或者天光分別之後就思念男方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講最後這首和歌之前 先講講作者 有看過我講日本最著名文學作品 原氏物語的影片 都知道作者是一位叫紫色部的女士 同時代有另一位傑出作家 也是女少 就叫做青少納妍 他寫一個省文集 枕草子 他說與原氏物語是平起平坐的 說回這首和歌 這首和歌 詞書是有記載創作背景的 男主角叫藤原行成 題外說他在日本書法界地位是很高的 深受中國書聖王熙之意的影響 他的年紀比青少納妍還小幾歲 根據記載他們兩個關係都很曖昧 大概就是戀人未滿 有一次他去探訪青少納妍 聊聊聊天突然告辭 第二天還派人傳話 就說他本來是想聊久一點的 不過雞堤就催他回家 青少納妍回覆他 就說這個藤原行成說的雞堤 是不是涵谷關的雞堤 這個典故是來自中國歷史的 我之前說戰國四公子 孟常君那條片 有講過雞鳴九道 孟常君的食客 就扮雞堤升過關的 即是諷刺 藤原行成是勞鴨 藤原行成就在覆 就說他要過的不是咸谷關 是和青少納妍相會的逢版關 青少納妍於是作了這首和歌 很缺絕 說不會被對方過逢版關的 這首和歌充分反映出 青少納妍的機靈的一面 顯露出學問很冤薄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多謝榜牆 下集再見